很多新手养铁树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那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铁树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铁树怎么养 那铁树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庭院绿植 摆在家里霸气无比 但很多人养铁树之后 很容易把它养出大面积的烂球烂叶、黑叶、枯叶 甚至没有养到一年把铁树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铁树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教大家铁树这种植物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铁树的盆栽 那铁树是喜阳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这里可以简单明确的告诉大家 铁树一定是喜阳植物 而且是抢喜阳光的植物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铁树喜阳 但是对它喜阳的程度没有认知 他们以为养到散射光的条件下 或者上方有一个屋檐都没有问题 其实这种环境是影响铁树的生长和开花的 我们想让铁树长得快 想让铁树开花 充足的光照必不可少 所以我们在家庭养护铁树的时候 不论您是小型盆栽 还是大型的庭院落地摆的大型盆栽 请养到四周五档的光照条件下 把它搬走 不要搬到屋檐底下 不要搬到没有直射光或者被遮挡的任何位置 它最好是要接受全日照 因为只有光照充足 铁树的生长速度才足够快 开花才容易 更容易形成花芽 所以想把铁树养好 充足的光照是必不可少的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铁树的浇水技巧 铁树呢 很多花有家里 一般都是摆在露天 摆在户外的环境当中 一般呢 我们户外养护 哪怕你短期不浇水 你的铁树都不容易死苗 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囚境 里面有充足的水分 当它缺水的时候 可以吸收自己体内的水分 所以铁树抗旱能力极强 但相反呢 它的抗烙能力就很弱 意思是说 如果花盆长期积水 铁树是非常容易浪根烂囚禁死苗的 所以我们给铁树浇水要采用宁少物多的原则 情愿少一点也不要大量反复的浇水 尤其是路养的铁树在多下雨的季节 免雨季节多雨季节这种情况下 您就不要轻易的给它补水了 只有在盛夏季节土壤干透了 你可以给它去浇水 否则呢 铁树不要在多雨的季节去轻易的给铁树浇水 要严防铁树的花盆出现接水的现象 因为反复接水是极容易导致铁树浪根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严格的遵守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铁树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铁树这种植物通体上对土壤要求不高 不论是您在路边挖的田园土 还是家里高档的营养土都能种铁树 所以土壤这一点就很容易被花友们忽略掉 但是我们要注意 铁树虽然对土壤的土质要求不高 但是对土壤的酸碱度要求很高 因为铁树是一种血酸的植物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惧怕碱性的土壤 然而我们在家庭养花当中 很多花友家里都是碱性土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自来水就是碱性水 你长期用自来水浇化 土壤就一天比一天变成碱性的土壤了 尤其是北方花友家里土壤的碱性更重 因为他们家的自来水碱性就很重 比南方重的多 长期用自来水浇化土壤表面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个就是严重的土壤反碱的现象 如果把铁树种到这种碱性很强的土壤里 它会出现生长缓慢 大面积黄叶难以开花等问题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铁树呢 一定要学会给铁树进行调酸 这一点是极有利于它的生长的 那怎么调酸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家里呢需要准备一些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啊 它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可以把土壤从碱性土转变成为酸性土 使用方法很简单 我们每隔一个月把硫酸亚铁对水稀释一千倍 也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对一千毫升的清水 搅拌均匀之后 每隔一个月给铁树的土壤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一个月一次就可以让铁树的土壤长期保持微酸性的环境 这符合铁树的生长习性 可以让家里的铁树长得更好 下面来说一下铁树的换盆技巧 我们家庭的盆栽铁树 很多花友都是大型的落地摆盆栽 这种大盆栽不需要换盆 因为花盆已经足够大了 如果像樱木这种中小型盆栽 我们一般养一年以上换一次盆就可以了 一年以上花盆你的根系长满了 换一个大花盆 给它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换盆的时候有两个技巧要注意 第一个换盆之前观察铁树的土壤 它原来用的什么土 换盆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这样可以便于它快速浮盆 第二个技巧就是给铁树换盆的时候 不可以说突然原来是一个小盆 突然换一个超大的钢 是不可以的 因为花盆一旦过大 土壤就多 土多就容易蒙根浪根 所以给铁树换盆 花盆不要贪大 比原来的花盆大一点就足够了 好的 接着我们说一下铁树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铁树这种植物呢 它喜欢开放通风的环境 但是呢 对透气性的要求也不严格 如果你在比较密闭的环境养 比如说封闭阳台 只要光照充足 养铁树也没有问题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铁树的施肥技巧 家庭盆栽铁树要不要施肥呢 答案是需要的 很多花有养铁树 常年不施肥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花盆当中自带的土壤养分 只能够供给植物两三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之后 它生长就没有养分 完全是靠天长 长得慢 我们想让铁树长得快 更加茂盛 开花效果好 那施肥必不可少 怎么施肥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激施肥法 双激呢 就是指的铁树的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 生长季节就是它长根 长枝 长叶 萌芽 这都叫生长季节 在生长季节 我们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叫做三元复合肥 三元复合肥 它主打的就是它含有氮磷甲这三种元素 所以叫三元 这三种元素的混合可以极快地促进铁树的生长 让铁树长得快 长得大 长得好 所以这种肥料我们可以用 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 HB101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它可以打破铁树的僵苗状态 促进铁树的根系萌发 根系会长得更茁壮 叶片也会分支更多 所以这两种肥料生长季节都可以用 而且我们可以混用两个一起来用 具体怎么用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 我们用三元复合肥 三元复合肥是一种颗粒肥 我们在铁树的生长季节 每隔20天到30天 用小勺子舀一勺三元复合肥 撒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像这样 花盆小就一勺 花盆大就两勺三勺四勺五勺 以此类推 撒好肥料 二三十天撒好之后 同时我们再用HB101 HB101啊 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需要准备呢 一些清水 我们准备500毫升清水 然后打开HB101 只需要在清水里面 滴入两滴就足够了 它是浓缩肥 一滴 两滴 滴好两滴之后 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 接着呢 同样用完复合肥 直接呢 给它像这样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灌到土壤里 明白吗 也就是二三十天 一次复合肥 一次HB101 连续去使用 你就会发现 你家的这个铁树 长得茁壮 生长速度快 这是它的生长季节施肥方法 说完生长季节 我们再讲一下非生长季节 非生长季节就是指的 比如说冬季 气温很低 它停滞生长了 不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用钢材的肥料了 而要使用有机肥料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羊粪肥 它就是有机肥 为什么我们在冬天用有机肥呢 因为有机肥啊 它很温和 用到土壤里不烧根不烧苗 可以给铁树的土壤提供大量的养分 让它储存 而且可以增强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改善土壤的团力结构 来预防或改善土壤板结变硬不透水等问题 所以如果你家的铁树土壤硬邦邦 浇水总不透 那么有机肥你一定要用 冬天怎么用有机肥呢 很简单 每隔一个月 我们取适当的这种羊粪有机肥 埋到铁树花盆的边缘就可以了 花盆小少买点 花盆大就多买点 一个月一次就足够了 此外如果你家里没有羊粪肥呢 也可以使用发酵之后的牛粪肥 鸡粪肥 蚯蚓粪 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都可以 这些都是有机肥 好的接着我们来讲一下铁树的过冬技巧 铁树它天生是比较抗寒的 在南方都可以户外过冬 所以南方的花盈一般都是户外露天栽培铁树 没有问题 但北方的花盈就不行 因为它不耐零下几十度的酷寒会冻死的 所以北方花盈养铁树呢 冬天就要在室内来过冬了 防止它冻伤或者冻死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铁树的修剪技巧 家庭盆栽铁树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不减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个技巧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的铁树在生长过程当中 有枯叶 一般是底部的枯叶 这种枯叶有可能是生理性的枯叶 但不论什么枯叶 一旦有就把它修剪掉 不要留到树上 因为大量的枯叶会影响整个铁树的透气性和营养消耗 有枯叶提早减 有黑叶提早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 最后我来教大家铁树在家庭繁殖的技巧 如果想繁殖铁树呢 我们一般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铁树如果养开花之后 在它的中心部位会接出红色的果实 收集它的果实种子 然后呢进行播种就可以繁殖铁树 第二种方法呢 当铁树长大之后 在土壤的侧边会长出新的小芽点来 这个小芽点呢 会重新长出新的铁树叶片 这个就是铁树的新崽 等它的小崽子长大之后 可以通过修剪 分离 从它的母体上分离下来 然后单独用花盆栽种 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盆新的铁树 好的那这期关于铁树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是一木 我们下堂课程再见了